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她在中国的这个书法史的女书法家中 她的地位是怎么样的吗 说到管道生的话 应该说在中国书法史上 女书法家这个阵容当中 她的名气仅次于魏夫人 就是王羲之的老师魏夫人 她仅次于她 应该说在魏夫人之后 名气最大就是管道生 那么很多这个书法界的朋友 一提到管道生都是滔滔不绝的 对她这个评价也是颇高 有时旁人看来都觉得好像 对她的评价和这个了解的程度 都要大于或者是高于 多于这个魏夫人 这样说也不为过 是什么原因呢 应该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上看 在女书家这个人群中 她应该低于魏夫人 但是人们津津乐道 非常有兴趣的 谈论最多的倒是管道生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魏夫人呢 她所流传下来的东西太少了 因为她年代久远 她是这个东晋的这个时期的人 比如说她的作品 我们只能见到纯画隔帖当中的 八行九十六个字 而且由于摩擦诗真 因为是诗课 所以这些东西呢 今天看了之后 也不能给予一个全面的一个评价 说究竟有多高 只知道魏夫人是汪锡之的老师 写得相当好 书法学中游 家里的又是这个书香门第 魏冠什么魏恒 都是她这个家里人 她的学生又是汪锡之 所以名气非常之大 但是对于她的其他文学方面 其他东西 记载就更少了一些 但是一提到管道生 就是她的诗书画各方面的作品 流传有序 到今的为止 我们插入哪方面的东西 都能够随手得来 所以这个对管道生的知名度 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这个谈论管道生的时候 因为这个清洁内容很丰富 所以人们津津乐道 您说这个情节内容很丰富 我想也不单纯是指她书法方面的 和她的生活也有关系 诗书化 全才全能 而且是个奇才 她的家庭方面看 家里面本来就是一个 非常有名气的 过去说叫大户人家 她不像曹妙卿一样 曹妙卿三十未嫁 而且三十岁以后嫁人没嫁人 仍然是个悬念 也没有史书可查 所以估计曹妙卿很可能是终身未嫁 而管道生确实是嫁人了 但他嫁人的时候已经二十八岁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才貌出众 父亲非常的钟爱他 就是希望找到一个非常如意的 这么一个夫君 但是也有点挑花了眼 就是若干年 他也是迟迟在归中未曾嫁人 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字叫重姬 重姬呢 就是说大家一知道这个重字 就知道是行二的意思 这个重姬 重姬 比如孔仲尼 孔父子 行二 所以人们有时候贬称他孔老二等等 重字是行二 他还有个姐姐 姻乃通胞的姐妹两个人 所以他父亲也没有儿子 对他呢 十分十分的钟爱 因此他晚婚 也跟这个父母过于溺爱 和他条件太高 都有关系 最后二十八岁 嫁给了这位 这个叫大名鼎鼎的 应该说书法史上的重贞人物 赵孟夫 了却他父母的一生心愿 也使他一生得到了更多的呵护和关照 不管是文采方面 还是生活方面 他所享受的最后魏夫人的这个地位 魏夫人 这是皇帝御丰魏夫人 这跟这个赵孟夫是魏国公 可能也有联系 魏夫人 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可以说这个魏夫人也是没白等 就是管道生没有白等 终于等来了一个得意郎君 而且两人可能也是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说既是郎才女貌 同时呢又是生活中的一个好伴侣 又是这个学术上的一个知己 这个赵孟夫的情况 您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刚才你说的很对 就这么一对夫妻啊 我们应该把它称作是神仙眷侣 这是不可再好的一对夫妻 神仙眷侣 为什么说神仙眷侣呢 因为管道生这个人就是财貌双全 实习化全能 这么既是才女又是这个姿色出众 或者说称她是这个色意双绝的这么一个 一个女神 我们这样可能夸张了一些 在书法界可能有这样的称呼女神 至少在人们心目当中是这样 那么再说到她的丈夫赵孟夫 赵孟夫对他们二人简单的用郎才女貌 不够用 太虚色了 这个词就显然太 这个调门太低了 举案其眉 这个都不十分准确 对他们应该说是身仙眷侣 身仙眷侣最高的评价 为什么呢 因为管道生不仅是女貌 而且一身的才华 她是个财貌双全的奇女 再说到赵孟夫 她不单单是个狼才 或者说她是个财狼 因为赵孟夫又是相貌 极其出众的一个美男子 我们所说 赵孟夫是个美男子 是有出处的 元氏族忽必烈 第一次见到赵孟夫 就说 神仙中人也 所以见面 哎呀 这个人长这么好 就不是凡人 对了 本来就知道她财学特别高 几次派人请她 她不入朝 最后终于是把她请进朝来 那么皇帝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一看她的相貌 说她壮貌毅力 说赵孟夫可不是一般的形象 十分的英俊的一个人 加上她的才却 可以称她美男子 是这样一个人 说到这个美男子的时候 我们常常有时候就说 今天呢 有些个词语 就不能和美男子这句话相对应 比如说 我们这个中央电视台播放的 那个栏目当中 有一个百家讲坛 有的这个老师呢 就称这个诸葛亮啊 周瑜啊 为帅哥 当然也是办玩笑的事 说称他们是帅哥 其实帅哥是什么 帅哥是只有一个好的外形 而真才识学这方面 却不足 他们无法与 朱额亮和周瑜 或者说赵孟夫这样的人 相提并论 我们所说的美男子 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是 才貌双全的人物 而且大才 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 百家讲坛当中 这些老师们呢 尽管在用语方面 稍稍贬低了一点 这个古代这些美男子 但是呢 他们是这个 有点玩笑的意思 也可以轻有可原 另外呢 他们那些学士 渊博 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们在当中 没有什么批评的意思 但是来说明一下 这个问题 好 那么管道生 作为这个赵孟夫的夫人 那么他的这个书法的 这个水平 是不是也受到了 自己丈夫的 这个水平的一些影响 你在不断的提高 你说的这个问题 是实际的 另外这个管道生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气 也像魏夫人一样 跟其他 他的亲族关系 有关系 比如说 魏夫人 他的家里面的人 注意啊 我们所说的魏夫人 管道生也称魏夫人 魏术也称魏夫人 那个魏是这个魏 因为他姓魏 魏夫人 我们说的这个魏夫人 是皇帝裕丰的 这个管道生 魏夫人 这是两个 两个 两个概念 那么当初的魏夫人 魏术 因为他的家里人 就有魏冠 就娘家人 就魏冠魏恒 这样的大书法家 那么他的学生 又属汪熙之 他肯定是 他的知名度 跟这个有关系 那么管道生呢 在某种程度上说 说句俗话 也沾了一点 赵魏夫的光 只是说 沾了一点点 为什么呢 比如他的书法 他字写这么好 他和赵魏夫的字 饥渴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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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既然饥渴乱真 说明了 他是学赵魏夫 我们不能判断说 是赵魏夫学他 这是不合情理的 那么管道生呢 学赵魏夫的字 学到了唯妙 唯孝的程度上 这是首先在 这个才艺方面 他受到赵魏夫的影响 同时呢 他又是一个 非常的聪明的 这么一个女士 他能学到这么个高度上 已经非常不简单了 但是呢 他的不仅才艺方面受到影响 同时呢 他的知名度 因为是赵魏夫 那是游安代第一才子 赵魏夫 所以他是他的妻子 他在这方面 也或多或少 在知名度上 有些提升 对对对 也是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比较大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没有赵魏夫 管道生 也是当之无愧的 游安代第一才女 因为他的诗书化 在归宗的时候 早已经就是高水平 只能够说是 在高起点的基础上 继续提升了 对 升华了 应该是这样 那现在这个流传至今的 管道生的这个真迹还有吗 太多了 太多了 他的诗书化 都流传有序 都流传有序 那您看啊 刚才提到说 现在无论是前人 还是现在的这个金人 都对管道生的这个作品 书法水平 都非常的肯定 那么在市场上 咱们说在现在这个经济市场上 他这个作品 有怎么样的一个水平 或者我们说 说白了 有怎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你问这个问题也很具体 就说管道生啊 这我们大家也很关心 我想 对对 在女书家 女书画家这方面 因为她诗书画全能 在这个方面 在女书画家当中 肯定是第一人 因为魏夫人的字迹 我们见不到 是 其他很多人 虽然有书名 但是我们却见不到 他们的字迹流传 见不到流传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确实见不到 比如说 比如说当初的汪桂清 后来的赵鸾 等等这些个古代的书画家 他们确实是女书家当中 也是佼佼者 可是我们现在见到自己太少太少了 包括曹妙珍的东西 几乎不见 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对他们有评价 我们要介绍他 但是说到了管夫人 就是管道生 她的作品流传很多 书法和诗词是都有的 当然不能说经常能见到 但是并不难找到 比如说你说的市场价格问题 有举个例子呢 我知道在02年吧 在北京荣宝斋有一次拍卖会上 管道生的一幅墨珠图 墨珠 墨珠图 这幅墨珠图是个手卷 比较长 当时的估价呀 是在220万到280万人民币 请注意是估价 真正要在拍卖会上 也可能是5倍 10倍的上涨 因为很多的是在估价当中 实际到拍卖的时候 价格可能要高出很多很多 咱就单从这个估价的上去 去这个衡量 它是中国历史上 女书画家价位最高的人 没有超过他 而且他是有价又有市的这种情况 对对对 绝对有市场 管道生 所以他的文才 书法各个方面都不得了 大家知道 董奇昌这个人 终生他不服赵孟夫 他一辈子当中 他不服赵孟夫 一直到老了 他服了 所以他的原话说 董奇昌这个大人物 他说 今老已 始至无形 不可及也 他现在老了 才知道 赵孟夫 是赶不上了 追不上赵孟夫 服气了 但是他到老了之后 他这才认可了赵孟夫 承认了不如人家 实际上 他对管道生 就很早就认好 他说 为夫人后 无仇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董奇昌的话 他说为夫人后 他论到管道生 在为夫人 就汪羲之的老师 为夫人之后 为夫人后 他说在为夫人以后 没有很跟他能相提并论 好 田老师刚才提到 董奇昌对他的评价 是为夫人之后 没有人能够与广道生 可以说是相提并论的水平 是不是 那他的说法方面 有哪些代表作用呢 到现在 他的广道生 广道生的书法代表作 现在被人们广为传颂的 就是《秋生帖》 《秋生帖》 这个说到《秋生帖》 这是有一点争议的一篇作品 是管道生写着他神母的这么一封信 因为当时他和赵孟福出门在外 这个是常见的居官嘛 所以神母呢 想他们这个 这个魏夫人 所说的魏夫人 就是魏国这个魏字 就是管道生 那么就给他神母 揮了一封信 说明自己在外面的情况 也想念神母 表蓄之间 这个 你俩的这个感情问题 这篇字写得非常好 名字叫《秋生帖》 但是到落款的地方 有点修改 好像有土改的痕迹 于是有人说 这字写这么好 管道生 我们承认他字写得好 能好到这个程度 就是活像赵孟福写的 说赵孟福写的一点没有怀疑 加上落款之处 又有点土改 是不是当时赵孟福代笔这写的 如果赵孟福代笔这写的 那么最后呢 赵孟福不留身 把自己名字写上 写的感觉不对 又重新改过来 是写管道生 那么有可能是赵孟福代笔 这么认为 实际上我们说 《秋生帖》无管是真还是假 是赵孟福代笔还是怎么样 我们且不关心这个问题 我们关心的就是说 管道生 其他的自己 我们见过也很多 确确实实是跟赵孟福 有乱真的地方 真是不得了 所以他的书法是不用怀疑 您还提到说 他们这对夫妻 可以说是被称之为神仙眷里 也是非常认可的 那么是不是在平时的生活中 也有一些吟师作父 或者说举案取眉 共和 夫妻之间的唱和 是不是 这方面 这是他们夫妻之间的家常便饭 家常便饭 家常便饭 所以我们也非常有兴趣的看过 《腰山堂外记》 《腰山堂外记》 这个《腰山堂外记》是一本书 是明代的一个大学者 名叫蒋一奎 他的作者叫蒋一奎 这个蒋一奎 是《腰山堂外记》的这个作者 他在这本书里面 对于赵孟福和这个 他夫人管道生两人的唱和 有一段详细的记述 我们在下一集节目当中 准备专题介绍 他们夫妻的这段唱和 真的说起了管道生 有说不完的话题 各位网友 我们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香字 这个香字就是乡村的乡 城乡的乡 这个字因为是横排三合一的一个字体 一个字形 所以我们把这个字介绍给大家 也算是一个典型的字例 另外这个香字也经常要使用 我们先用楷书给大家写一遍 谢谢大家 这是一种写法 应该说呢 这个字有一个规范的写法 就是在这个繁体字当中 也有个规范的写法 大家注意啊 我们看到古人写字 经常用很多非常有力量的语言 用夸张的语言来形容 古人写出来的字 有力度 那些语言呢 经常使用什么 高峰坠石 什么金刚称 称木 烈士 挥拳 怎么样的 是这个昌腔大吉 都用这种语言来形容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实际上 那些写好字的人 他们写字的时候 非常的轻盈 没有看到他们 剑拔奴章之事 也没有见到他们 咬牙切齿 或者是怎么样的 运作了浑身的力量 在那去写 没有 没有 绝对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要那样的写话 给人就一点美感也没有了 那一定是举重 是摔跤 如果写字拿着摔跤 拿出来 圈击 其他等于体育项目那种 那种霸气 野气 你就失败了 在这点上 启公先生有一句话 说得特别好 启公先生说 他用非常通俗的语言 这样说 他说 当写字的时候 你感到叫上劲了 你已经失败了 就从这句话 我们知道 启公先生真的懂书法 再重复 他说这句话 他说 当你写字的时候 你感到叫上劲 你已经失败了 就是写字的时候 不可以叫上劲 如果写字的时候 你心病不平和 你手指笔的时候 完全用上身边 这个胳膊的力量 精神如何如何的集中 如果是这样 你已经失败了 天津的书法大家 吴玉如 也讲过类似的话 他说 书法不可努力而为之 就是不要用笨力气 你看他笔画相当有力量 他却是非常轻盈的 这样一个过程 是给你这种感觉 实际上 它是很放松的 只有放松 才有爆发 如果你感到崩上劲 你已经失败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竖笔画的时候 看来 非常的有力量 写的是 真是铁画 阴钩 用这种语言 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而实际上 他写的时候 并没有真正的 用上圈壁的 这个履历 放在一起 但是由于常年代的写字 他手下 一定是有力量 所以他举重若轻 才给你感到 这个字非常有力量 如果像举重一样 浑身颤抖 举到最 这个这个 重量级的时候 你却感到 浑身已经 就是紧张的 要死的时候 写字是不能用这种力量 一定要注意 写字 是一种非常轻盈的事情 我们再写一遍 这笔啊 写一个顿勾 挑上去一点 也可以 直接写一个片 也可以 我们现在的简化字 就是把原来的 繁体字的箱的 左半边拿出来了 其实不继续往下写 就是现在简化的 这个箱子 这个点 要挑高一点 写翻体字 要挑高一点 注意这一笔 很多的朋友 写到这个楷书的时候 写这双耳 感到很困难 虽然就是笔法 没有学会 我们待会儿啊 单列给大家 再写这一笔 像这种笔画 看着有力量 实际上并没有 加多的力量 写出持重一点 不要太荒腐就是 那么呢 朋友们会说 第一个字 你怎么中间 写了个耳字 没写两字 这是过去 在卑鄙字当中的 几种写法 这几种写法都可以 我们再写一个第一种 中间写一个耳字的 这种写法 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写的 好 我们单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耳 双耳旁 过去曾经谈过 因为这个字难度很大 还有网友们在问这个笔法 单说这双耳 写的右方的 左右方是不一样的 来看一下 好 请注意 须笔起 重笔转折 下来 再须笔 再须笔接 然后到这个地方又重 这两个地方是重的 这个地方都是轻的 再写慢点 先看这个地方 注意 注意就是 尤其是下方这个沟 很多的写 特别写欧字的朋友们 感到无可奈何 其实没有那么麻烦 一笔 转折 下来 就是这样 就可以了 那么有的时候呢 起笔时候呢 用重笔起 就这样起 这都没有关系 须笔切形 实笔切形 都没有关系的 只是写数笔的时候 要把笔封啊 调正 一定要中锋 往下惯形 收锋的是注意看 数笔 左靠右回 左靠 所以左靠 就是往这边靠 我夸张一点 就是这个样子 下来 左靠右回 当然写这样 已经失败了 我这是夸张一下 让大家看一看 这个笔画应该是这样的 好的 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严格一点说 应该是这样 一笔 反点 这是欧阳勋的笔法 起笔的时候 注意看 是这样有一点 弧度 但不要这么夸张 就像下边 这样笔画 稍稍有点往外 往外边填笔 然后这笔 这个写脚丝的时候 注意 这笔啊 常常欧阳勋师兄的小短片 当人写箱字的时候 这笔就拉长了 再次万能证明 莫阳勋师兄的小短片 注意 闫法 应该是这样 好 这是那个楷书的箱子 我们写一写这个行书的箱子 多数都是中间写个儿子 多数都是这样写 再看一遍 那么左边呢 就用这个普通的脚丝旁来代替 说直接右边写个狼字 可以不可以呢 可以 但是似乎觉得不如中间写个儿子 这个字更美观 但是这是个悲帖的写法 不属于是规范的翻皮字 所以我们呢还是推荐第一种写法 比较这个笔顺呢 都方便的很多 这是行书的写法 行书写法 往往跟这个楷书在耳头 就是右边那个双耳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楷书的 上面这个耳略小一点 下面这个耳略大一点 就是这块和这个地方 下面略宽放一点 而行书呢 却往往是上边的略大一点 下方的略小一点 也就是说 它往往是这样 上面这块宽 别这块窄了 但是这并不绝对 多数是这样 好 我们大家再看一看 这个字的行书的写法 是这样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草书的箱字 如果你没有研究过草书 你忽然看我写一个箱字的草书 你会感到惊讶 这是箱字吗 箱 就是这么简约的 再看一遍 这就是草书的 乡村的箱字 也没有过高妙的笔法 要的就是这种简洁 简洁 粗一点没有关系 细一点也没有关系 大一点也没有关系 小一点也没有关系 但是只要会这样写 就很轻盈很方便 这就是乡村的箱 如果一定要把它解释清楚了 大概就是因为 凯书也好 星书也好 它是三合一的术式的方向 那么每一个点 就都代表了其中的一个部分 把三个点加在一起 就简单的代表了这个术式的三个部分 那么最后这一点呢 就是右旁这个双 双耳的那个树笔 因为王王写耳头是就用这种方法来代替 所以这个字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再把这个字写一写 就等于说在这个箱字的同时 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青字 有时候也是这样 这笔可能调个勾 一顿勾 这没有关系 它在这个行书阶段的时候 也是很像这个箱字 这样 到草书的时候 又很像箱字这个草书 更简单了 注意看 清 像这些字大家需要认识 所以草书一点点的认识多了 慢慢慢慢的 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方便的 所以楷星草这三种书题 绝对不可以只偏激一方面 我就只写楷书 星草书我不写 不可以的 凡是星草书的这个喜爱者 如果你不练凯书 我敢肯定的说 你的星草书绝对没有高度 不仅你不写不行 凯书你写不好都不行 所以今天就是人们非常的浮躁 安不下心来写凯书 尤其不愿意写公凯 即使写的话 你问他们凌过 凌过 但是浅昌者止 走马观花 没有扎实的功底 所以楷书当功底不扎实的星草书 必然会带来先天性的弊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